大家好 欢迎来到知音楼事务所 我是卡萨 彭卫生 今天是11月23日 星期四 现在时间是10点37分 港股今早的走势非常繁复 早段时间来说 曾经跌超过100点 其后跌幅收窄 现在只是跌了18点 整体上港股的走势 似乎在短期内没有一个明显的方向 就着美国推出的一些经济数据 例如昨天来说 看到他们的量品订单 比市场预期差一点 再加上他们的初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的数值 比市场原本预期的22万5千个 稍为低至20万9千个 显示着现在经济状况 整体的通胀压力是减低的 但与此同时 整个经济动力又不是跌得很厉害 令到大家来说 对于未来的整体息率 仍然有个存疑 虽然到现在来说 市场上市场不会有加息机会 但何时会减息 这会令到大家亦有预期 以及对于经济数据方面 有不同的存息 都会影响到市场的看法 不过可以这样去理解 大家对于12月份 加息的寄望真的不大 因为去到昨天来说 看看今月的利率期货 大家对于未来的12月 有加息的机会基本上是零的 维持息率99.5%的可能性是不动的 至于有没有减息的机会 但其实并不是很大 大家来说都不会寄望12月会减息 到了1月份亦都预期息率不变 维持5.25至5.5的水平 达到93% 所以大家看到近日来说 整个短债息率是没怎么再移动的 维持4.95这些水平 其实这些水位来说 正正是联邦基因利率期货 各方面反映着息率不变 开始有回稳的迹象 但是短息不移动 长债息率回得比较急 例如十年期的息率 跌到4.47的水平 这些水位来说 跟两年期的息差抹阔了 亦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令大家担心明年经济会出现衰退 不过市场的看法就是 未来整体通胀下跌下来 变相不需要涨幅加息 经济会慢慢恢复 可以达到一个所谓的圆着陆的情况 至于整体的债价回稳 短债的息率是没有怎么下跌 亦都支撑着美汇的走势 看到美汇由107.11的水平下跌下来 亦都上个星期叫大棍地穿下降走势的底部之后 最底到了203.18开始回稳 昨天来说就出现了一个反弹 令到美汇上升104的水平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虽然未来美国的加息机会 或者条件是不具备的 但对于美汇自己的走势 就不应该出现一个急跌 因为现在来说 大家不是在说炒减息 现在来说 唯一令到美汇转弱 就是一部分资金 原本是爬入美汇做避险的 现在来说避险的需求不大 那些钱留在一些风险资产 美汇的回落亦是正常的 到现在的时间 大家的看法 都是偏向一个开始转回看好的 令到整个美股VS的恐慌指数 亦都继续下行的形态未有变 之前都是看回12这些位置 应该是最尽 如果在短期里面 看到VS跌到12这些水域的时间 大家就可能不要再期望 VS再大跌 因为VS往往反映市场 利用期权市场的特性 去做一些对冲活动 甚至是涂等活动 整体的成本 现在来说 大家看不到市场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下跌 整个的期权 作为一个降低风险 做对冲 成本自然会下跌 这个因素会令到 美股其实在短期里面 还是继续偏强 无论是道指也好 纳指甚至标普500指数 在昨天也有得升 升的幅度不算太多 道指来说升至0.5% 另外标普500指数是0.4% 另外纳指亦是0.46% 主要是纳指的走势 昨天受到NVIDIA的股价 出现超过4%的下跌 拖累着纳指部分的股份是回落的 但如果看到三个指数 其实在短期里面 已经再破了顶 道指亦是逆步逆趋地 去贴近今年的7月份高位 现在来说 只是相差几十点 已经回到35,600这些水平 另外也看回 整个标普500指数 在短期里面 也继续向上 而上行的速度 似乎有进一步加快的迹象 因为看到BBW一直都没有跌回头 现在来说已经去到一年的高位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令到保里加通道随值高度 一直扩阔 其实都可以减低了限制住 标普500指数再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可能都会在短期里面 要试上去是4,607点的高位 去到纳指 当然科技股的走势仍然比较偏强 带动纳指 亦上去非常接近 之前的4,446点 即是今年7月份的高位 以走势来看 RSI亦在70的水平流上 未有跌下来 暂时不会令到很多投资者 要食股利畅 可以看回 纳指在短期里面 再升空间虽然有限 但要跌下来的低位 机会亦不算高 我们看到 最近油价都出现了 连续几天的反弹 但昨天来说 是因为OPEC加的开会延期了 其实有些看法是 市场相信沙地方面 觉得现在油价 不应该在这些水平 亦属于太低 变成这样的情况 他们可能有机会 施子自愿性去进行 减产地支持着油价 升上来 不过都可以这样看 由旧高位95的水平 跌回那一刻 跌得很急 来到这一刻 整体的油价已经过分反映了利淡因素 甚至可以这样说 甚至可以这样说 偏离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 是82到86这个水平 所以油价在近日去到73.33 是弹得这么急的原因 昨天来说 我相信市场的看法就是 有机会沙地那边 会进行自愿性减产 这可能会令到油价在短期里面 又再飙升上去 整个美汇走势 是出现短期反弹 亦都限制着人民币的强势 可以这样看 昨天人民币的离岸价出现了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未是一个很大的幅度 亦都可以这样说 很大机会是因为人民币近日的强势 令到人民币汇价 是偏离了保里加通道的种族太远 先行做一个转弱的趋势 不过都这样看 人民币汇价转弱 或许多会影响到港股 不同的A股的表现 因此人民币可能在短期里面 出现一个转弱 不是影响到他们的整体经济状况 因为始终来说 人民币近日的走势是因美汇转弱 而是转弱 就不是他们的基本因素 所以暂时可以看人民币的整体转强的趋势 不应该持续太久 可能都需要偏弱一段时间 回到中族附近才有机会再转弱 看昨天来说 整个市场基本上一点的升幅都没有 原本来说早段都会升得比较好 但其后来说 升幅收窄之外 亦倒跌过 但最后收市的时间就叫平收 不过可以这样去看 昨天来说成交额就会较酸 只得811亿 去到收市的竞价时段 甚至只有30亿的资金在市场上运行 只有30亿 其实看回占全日的行指的成交额 只是3.7% 这是很低的水平 因为一般来说都要有4%流上 最多可能去到5-7%之间 但现在来说3.7%是不合格 即是显示投资者在市场没有方向 又不肯进来 大家都不肯做事的话 令到资金基本上就算有一个进来 因为那个意义上不是那么重大 譬如昨天来说 就是行指最后都有19亿的资金进来 那厂货比率是86% 各自有14.9亿的资金流入 厂货比率是87.6% 至于科技来说11.5亿的资金流入 但是那个厂货率也达到96% 其实是显示什么呢 就是说是有钱进来 不过就是说如果看回昨天全日的成交 在这个收市的见价时段这么低 就真的显示着市场会慢慢升 似乎也不是一个 似乎可以在短期内看到的情况 以昨天去看回 亚里、腾讯、友邦、小米、百度 都有资金进来 全部都超过1亿 最多的就是亚里2.59亿 至于流走的股份来说 就是长臣、梦偶、安踏、中石油 再加上一只银鱼 应该不是中石油 而是中石化 再加上一只银鱼 走的钱来说相对少 加上18只资金流出的股份 都是1.5亿 所以昨天来说 明显看到收市的时间 投资者买一些平台经济类股份 再加一只小米 可惜就是昨天的成交占比 收市的定价时段 太低就变相不可作准 至于我们再看牛鸿正的部署 牛鸿正部署很多时候 都会有些端倪看到的 就是如果市场上看到 牛鸿正的人很勇猛 将他们的微片仓的部份 在收回价推升了 譬如如昨天来说 由17,300到17,500的位置 如果假设昨天来说 真的看好的话 收回价集中的位置 就应该推升到17,500到17,700 可惜昨天是没有这么做 大家来说仍然以17,300到17,500 作为一个重要的 未平仓合约 即所谓的重货区的位置 至于鸿正来说 亦是相同的 市原本又升 接着没得升 最后来说平收 其实如果大家看淡的话 亦都会将重货区 就会向下推进去 但昨天也是一样 最后来说都会维持在18,200到18,400 就是显示着 大家昨天看到市场是没有方向 没有新部署 大家不做事 变成了市场是难以有突破的 看回日线图 更加是 现在的时间来说 就是去到50天线流上 但又未有足够的动力 是进一步推升的市 令市有更加大的力量去涉高位 只可以说 现在的50天线是由最初阻力 变成一个支持 但支持不足以令大家来说 会加大注码 令市场似乎转得比较外势 加上现在来说 就是整个恒指油 14,59% 7点上升到22,700之后 汇调61.8% 在61.8%的水平上下落 现在来说 就像是做整故事 所以市况 在短期就算有一天两天的升幅 接着很快 两三天后就全部抵消了 看回到今早来说 外围市美股升约0.5% 但港股来说 今早来说是低开14点 甚至是指数曾跌过100点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市场看不到方向 以今日来说 一开始只剩1.5亿的资金流入 这亦是国资1.5亿 科资1亿 而他们的追货比率 全部都是10-20% 10-20%的追入货的意欲 其实都是显示很低 加上今天13亿的成交 73%的恒指的占比 只可以说 今天是应该稳定的 整个市场来说 不应该倒转 扔你200多300点 下来 现在来说 大家稳定 市会是升到顶部 挨住 譬如可能 因为7,700多少少 又回回头 下到一些低位 又买回上来 整个市况 不显得比较明朗 我想最大的问题是 真的没有资金 也看到近日的成交 开始收回 加上美国那边 24日就是这样折假期 在这样折前 美股没有方向 港股也难以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而今早上来说 即是腾讯 万洲 比亚迪 百度 龙湖 是有钱入的 但最多那只都是腾讯 2.7亿 走的股份 就巴巴 1.2900万 另外平保 4.500万 你看到流入流出的比率 就是由42只和29只相比 而那个资金 是流入5.5亿 如果计算那42只股份 42只股份有5.5亿 但有29只股份流出 4亿 你明显看到市况 都有偏弱一点的情况 但未足以令 整个市场急跌 至于国子来说 亦是走势上 流入多些 29只对19只 不过亦是相似 就是整体流入流出的比率 在金额上 都跟个股 就是个数目来说 是很相似 所以都未有一个明显方向 但起码是一样的 今日来说 国子和科子 都似乎是强势一点的 科子来说 主要是腾讯 流入的 巴巴也流出 另外那些来说 互相差不多的情况 至于去到整个市 现在来到这些水平 大家都是看着 五十天线 是否站得稳 第二个重要的讯号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 二十天线要升穿 五十天线才会确认 前一个底部是底 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 暂时要确认 一定要指数 是很大幅的升穿 五十天线 令到整个市场 拉上去 而现在来说 又未 大家来说 都是在这儿 集幅徘徊 只可以去看 就算短期二十天线 穿五十天线 未可以立刻做到 一个叫做买入讯号 虽然黄金比率 很多时候看回 黄金交叉 是我们会当一个 比较重要的因素 去看市场 可不可以转好 但现在来说 就是用一个比较慢的速度 是二十天线 升穿五十天线 变成力度去推升整个市场 出现一个逆行之前的走势 亦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市场在这段时间 基本大家都是 你眼望我眼 大家都是看着 假期 可能是年底 究竟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 暂时看不到 成交亦都相对低 看看小事图 其实近期小事图 都显示着一件事 就是走势 仍然是维持在五十天线的水平 作为一个中族 跌到五十天线以下就弹 过分升穿 亦都要回调 如果看那个MA50 我自己会觉得 大家对后市的看法 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观望性 比较浓厚的股份 即是一个股市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时间来说 问我是否应该要抵手去追货 我便会觉得 你买了不会升多少 但反过来你要坐货 最重要的是 坐货不要紧 很多时候不要市场跌 你便立刻又跑掉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市场没有任何方向 要做波幅的话 就会在一个比较淡静的情况 可能波幅会更加大 令到可能投资者很容易输到钱 这个真的要记住 就是做任何的交易 去到现在这个时间 最重要是自己知道 你在做的是短线还是长线的部署 短线的对位就要走 长线的 你买了的话 你也不要让人那么容易 就是叫做西的出来 因为市况波动 很多时候这些时间 都会有机会 无端端跌你三四百点 然后你又被吓走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视频的内容 记得你给我们一个like 也欢迎大家share给你的朋友 至于大家 如果有自己的看法 也希望和其他人分享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至于大家如果想支持我们 我们也欢迎大家 利用Superfans 去支持 鼓励我们 令我们有更多资源 去进行一些新的节目的尝试 以及提供更多不同的分析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